挣扎 痛苦 解脱 马来西亚慈记新山智慧的志工们在岁末祝福上 演绎了《法屁如水》中一代国师的传奇人生 而饰演武达国师的实业家陈志强 过去曾误入歧途,人生迷失了方向 如今参与慈记的金藏演绎,让他感触良多 就发觉到自己的人生好像没有一个方向 就是这样子过每天都是在夜生活 不然就是这边玩也没玩,好像没有方向 台上扮演高僧,回到日常生活中 陈志强同样过的淡定简朴 这个猫瓜的种子 留条做种 我们在种种的当中,它的旁边就会生出很多野草 野草就等于是我们的每个人的无名的烦恼 每天都要去拔它的野草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习气像那个拔草那样 一步一步的拔青瓜 除了在家种菜,他也喜欢走入人群中为苦难人付出 今年他也投入在慈祭岁末祝福感恩会的金藏演绎 前程饰演唐朝悟达国师的角色 悟达国师和文面创的故事勾起他不少回忆 过去由于家境贫困 陈志强小学四年级就被迫辍学到咖啡店打工 从那么开始就慢慢就参入那些比较不顾政大的人 开始只是偷偷,偷人的东西啊 偷人家车啊,在里面的闪钱啊,交报啊 偷人家车油啊 经过这次的金藏演绎,他深刻忏悔自己过去迷茫的人生 深深体会就是说过去的无名 遭多息息多多的那些无可挽回的那些业障 那些打打杀杀的都过去了 让我深深地去忏悔了 在这个,通过这次的演绎过后 我本身会好好去行我的愿 忏悔过去,重新出发 陈志强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以前就是会比较很封闭自己 因为看太多东西 一出门就是戴面具 看人讲人话 像看鬼讲鬼话 现在我出门就不用戴面具了 我就是一个实际人 很正常一个人 我就是全部都讲 不要真,真的话题 经过这一次的金藏演绎 陈志强忏悔自己过去颠倒的人生 决心投入志工行列 继续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曾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说吓咬的 下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之后